我們的蟹王雲吞 每一隻雲吞都會包一隻蟹的蟹王 十隻雲吞就會有十隻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嘗鮮拌粉的主力人Donna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海鮮 所以我想將海鮮和快餐結合 所以我就做了蟹王雲吞 將新鮮的蟹王拌入肉餡製作 我們會根據不同的季節 選擇不同的蟹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會用小毛蟹 因為準備它變成綠月王 我們就會將蟹王擠出來 一隻蟹就擠出這麼多東西 可能一兩都沒有 我們要拆很多隻蟹 才可以拆到一堆蟹王出來 因為我們不是做預製菜 我跟著食材的新鮮度去做 這裡就是一隻蟹的全部精華 雲吞其實配料很簡單 豬前腿肉 新鮮的蟹王 蔥 薑 自己調的味料 一定用新鮮炸的蔥油它才會香 我們還會加一點蟹肉 另外一款口味 我們就加上奶尿蝦的蝦肉 它的口味會更加複合些 會更加鮮味的 廣府雲吞講究精細 皮薄餡量 有蟹 有肉 有香味 拌出黏黏的感覺 雲吞的大小就要一口一個 兩尺寬的肉餡就剛剛好 開水燙三分鐘 雲吞快速倒入碗中 再加上一碗濃濃的大地魚湯 這個雲吞的味道我沒話說 這個湯就是很傳統的 雲吞麵的那個霞湯 非常的香 你能夠感受到這碗雲吞裡面 每一個雲吞都是有滿滿的蟹肉蟹黃的味道 跟你吃一整隻螃蟹一樣 很多人不喜歡吃螃蟹的原因 不是因為螃蟹不好吃 而是因為要拆殼 這個雲吞的話 就特別適合那些不喜歡拆殼的朋友 你就跟吃一整隻螃蟹一樣 裡面全都是蟹肉蟹黃的味道